这是劳斯莱斯顶级奢华厂棚叫跑 劳斯莱斯黎明车身的生产过程 在生产之前 技术人员会先引导着高精度测量 一记录着概念车车身的尺寸 产生的数据将会传送到电脑上 黎明的前身是1952年打造的银色黎明 在当时 劳斯莱斯公司仅仅生产了28辆 因此在数十年中 一直是劳斯莱斯最为珍惜的车款 直到2016年才重新生产了这辆汽车 并将名称缩短为黎明 这两辆车身比例相同 而且都拥有着水箱样式的护照 和著名的引擎装饰品飞天女神 接着使用特制手持装置 再次进行扫描车身各个区块 而它产生的数据 会在电脑屏幕上生成立体数字模型 最后使用另外的一种仪器 用来测量板材之间的间隙 产生的所有数据都会上传至中心电脑上 这些数据都是为了能够与银色黎明的比例完全匹配 这辆汽车单单烤漆就需要45公斤的涂量 在烤漆完成之后 工作人员还要手工使用带有羊毛的振动型抛光工具 认识表面的每一个细节 整个过程需要5个小时以上 而黎明的车身设计灵感 源自于黄昏式斑斓的色彩 并且作为奢侈品牌中的奢侈品 车身气质高贵 从你第一眼看上它便立马不可自拔 直到如今它的价格仍然是一个谜 据说光是预定价格就超过了100万美元 眼前正在制作的是由薄如纸张的预金箱木板 和铝材组成的敞篷外罩 在铝材表面涂上特殊粘胶 而边缘翘起的木板则使用特制胶带粘合 放入压机中以2吨的压力进行压制 并通过130摄氏度的高温加以粘合 在粘合好之后 技术人员会使用错刀将超出外罩表面的多余处修处 而修理过程中缺湿的部分会再次涂上特制胶水 使用手工刀具切出填补用的木款 再次进行填补 这些木板式工匠从超过2万种树木中间挑细选 将其削成极薄的木板后 按照顺序将这些木板集合起来 进行输液式的配对 以便形成完美对称的纹路 再将装饰条放上车顶基板后 接着装上完成的外罩 和一根时髦的厚刹车灯金属饰条 使用螺丝刀将螺丝拧入固定后完成 下面就是劳斯莱斯黎明定制的动力部分 这是劳斯莱斯黎明引擎的生产过程 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将引擎放置到装配架上 接着再由机械手臂的帮助 把变速箱装入引擎上 这辆劳斯莱斯黎明敞篷车搭配了 6.6升双涡轮V12发动机 8速自动变速箱 拥有780匹马力 能够产生42万瓦的功率 0-100加速仅仅需要4.8秒 而这仅仅发挥了最大性能的10% 将变速箱螺栓拧紧后 工作人员会使用记号笔进行标准 接下来安装的排气系统 可以实现无可比拟的静音功效 劳斯莱斯致力于客户的一切体验 并向这样的细节比比皆是 黎明的底盘是油缸制成的 巨大的刹车盘 可以轻松控制重达2500公斤的黎明 在液压起重机的帮助下 将引擎调到动力设备装配架上 由其中的一名工作人员对其安装固定 之后是传动胆的安装 每一个部分都有专门的员工 并且劳斯莱斯坐到了车上的 每一个螺栓都可以落实到 在使用扳手将传动胆的另外一边拧紧后 劳斯莱斯黎明的传动系统就此完成 之后来到内饰打造车间 这辆汽车有着四个单独座椅 座椅套的材质来自阿尔卑斯山上的中年公牛 一头只能制造一个座椅套 技术人员会在制作完成之际 做到座椅上聆听是否有不当的杂音 当你打开劳斯莱斯黎明的车门时 首先就会注意到一个东西 那就是脚边的侧踏板 劳斯莱斯提供所有的定制 侧踏板也不避免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刻上相应的文字 此时的技术人员正在使用注射器 手工将彩色的涂漆涂抹在刻字上 待涂漆硬化后 会对其进行抛光 完成这些之后 下面就是对车辆进行总装配 这是天价劳斯莱斯黎明的总装配过程 在装配内装时 一名技术人员会先将车门卸下来 以免遭到破坏 并且还会使用后时的电子保护车身 借助吊机将黎明巨大的折叠布车顶 安装到车身上 这种折叠布由六层布料叠合而成 具有防水和隔音效果 而它的收纳仅仅需要22秒 紧接着是车辆中的线路 为了形成流畅的敞篷外观 技术人员将动力车窗组件 嵌入后门板的插槽中 当车顶降下时 后车窗也会同时降下 这个过程在同等生产商的制作下 仅仅需要60秒 但是劳斯莱斯仍然坚持手工打造 为此需要耗费450个小时 而定制车则需要10个月以上的时间 接下来就是加装空调和暖气系统 这个过程由两名技术人员搭配吊机完成 之后是仪表盘的安装 新版的劳斯莱斯黎明搭配了最新现代技术 在这些完成之后 才会与动力系统进行结合 包括了底盘 引擎 变速箱和悬吊系统 他们将这个优雅的过程称之为结婚 在车身完美匹配后 使用16个美和泰制扣件将车体栓合 下面是排气系统的安装 搭配了最新的降噪程序 还有最为经典的网状的电堵格杉 这也算是劳斯莱斯标志性的外观了 最后将与内饰相同皮革的方向盘安装完成 中间的古囊含有安全气囊和著名的劳斯莱斯商标 最后就是车身前的飞天女神 这个标志至今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 由于这个汽车品牌的创始人是一个贵族 而且他造的车也具有贵族气息 并且从始至终也都是卖给了贵族 哪怕后来一度破产 也没有打破这个传统 也正是因为这样 才导致劳斯莱斯的价格如此昂贵 劳斯莱斯的车标是一个女神形象 这也是因为这个贵族要送自己的情妇一辆车 所以就单独打造的这个车标 后来经过无数次的设计和打磨 这个车标就定位了飞天女神形象 象征爱情的至死不渝 所以爱他就给他买劳斯莱斯 车标的制作过程也是极其复杂 采用了传统的蜡膜工艺 还要经过严格的检验 并且这辆劳斯莱斯黎明的价格更是天价 据说光是预定就要100万美元 这样的汽车你喜欢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视频 记着关注哦